小朋友的壓力很大 劉老師的小朋友也有類似的感受 不知道老師用什麼方法幫他輸壓呢? 每一次考試之前他是有壓力的 是容易發脾氣 當他看書、複習的時候 我都會給他坐一坐頭部 相關的學位 一般是晚上給他操作 坐著的時候他很快 幾分鐘就睡著了 對他的情緒、緩解、幫助是非常大的 哪些月位可以幫小朋友減壓呢? 掌根的位置 這裡就有個小天心 它就是來鎮靜我們的大腦 讓小孩子靜下來的 還有一些神門 這些學位都是鎮靜類的 晚上容易哭鬧 受到驚嚇 還有一些頭面部的操作 比如說百慧、四神蔥、太陽 多個學位來搭配的 效果就會更好 家長怎樣應用小兒推拿 來幫助自己的小朋友呢? 家長自小兒推拿呢 是比較安全的 他的手法和力度呢 是不同於成人的 剛剛開始操作的時候呢 達不到一個非常理想的效果 但是絕對是沒有副作用的 它是有一個過程的 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我不是太熟 經常這樣去操作的話呢 我相信呢 大概一、兩個月之後呢 他的手法呢 就逐漸的很懸熟了 做推拿期間 家長要注意些什麼呢? 不讓小孩子剛剛吃飽之後去做推拿 也不要太飢餓的狀態下 家長呢還要注意呢 先清潔自己的雙手 不要戴首飾 指甲呢修剪一下 不能太長 因為小孩子的皮膚是比較薄 比較嫩的 容易把他的皮膚擦傷 操作的時候 可以放一些BB油 在他的相關的學位啊 起到一個潤滑的作用 而且呢會增加它的效果 每天可以做多久呢? 通常呢我們是根據小孩子的年齡的大小 只是一、兩歲啊 那我們操作呢 可能就大概十分鐘左右 他已經五、六歲 七、八歲 操作呢可能時間呢就稍微長一點 但是也不會超過二十分鐘啊 通常就是十五到二十分鐘 小一點需要時間短一點 手法輕一點 因為他的軟組織啊 肌肉啊 是比較柔軟的 輕輕的暗柔的時候呢 他已經得到了很明顯的效果了 所以時間就可以短一些